各位观众好 我是今天的来宾 推移少将历任杰 欢迎各位观众 收看今天的City Talk的节目 我们的节目会在中天电视 以及大国武器大观 On Fire同时双开直播 请各位观众 帮我们按赞订阅与分享 让我们的节目可以推播出去 最近这个礼拜以来 全世界可以说陷于一个动荡不安 那会不会因此引发全面的大战 其实还是值得我们深切的去关注 那今天我特别要从这个中东开始 跟各位分析起 然后也当然关系到我们这个东亚地区 我们台湾地区南海地区 最后当然要提到俄乌之间的一个问题 那这几场的这种地区性的地缘的 一个冲突 那到底现在状况到什么程度 那会不会引发全面性的大战 我觉得人类在面临这个时候 真的有必须要所有全世界的领袖人物 有智慧人士 他们要冷静下来来共同思考 那首先当然我们要从中东开始 跟各位说起 中东现在来讲 以色列跟黎巴伦就在我们这个节目播出的同时 正在展开一场 即将可能展开一场大战 那大家都知道这场战争的原因 主要是由于这个以色列 对这个黎巴伦的政务长 用了一个所谓传呼机 也就是所谓BVCO的攻击 那这个BVCO当然所谓贴的是Made in Taiwan 是我们台湾的金波罗公司出品的 金波罗公司的他负责人 他就说他只是挂牌给匈牙利他们来制造 但是后来大家发现说匈牙利这家公司 根本就是一家空壳公司 那这个BVCO到底他的在哪里生产的 没有人知道 但是我们从这个BVCO里面 后来大家把它拆解以后 发现其实这个BVCO 这个蕴藏的就是一个杀人武器 那我特别跟各位介绍 他们拆解以后 发现这支BVCO里面的构造是这样 当然大家注意到 这个是一个电池 从来他打开以后发现这是一个电池 那旁边这个是假的电池 这假的电池里面放了什么呢 它放了金属的弹珠 也就是当它爆炸的时候 这金属弹珠会弹射出去 等于说一颗小子弹的那种形式 爆炸弹射出去 然后它的火药装在哪里 装在这边 所以我们由这一点来推论 当然这颗你可以说装真的电池 但是当时为什么要留下这个空间 来装火药 我们通常BBCO你设计来讲的话 你没有必要多预留这个空间 来装设这个其他东西 因为如果说是你的晶片 你的感应器 你的接收器 这些显示器都已经有的话 那当时为什么要预留这个空间下来 这当然是最大的疑问在这边 那目前来讲的话 所得到的讯息是这样 当然大家很多的揣测 认为这个事情应该是 这个以色列 他们不管是8200部队 或者是摩赛德组织 很早的以前的一个规划跟策划 就已经策划这一型的BBCO 来提供给郑助党来使用 那郑助党也因为如此 遭受到大量的伤亡 那第一天是这个BBCO 那第二天我们都知道是 当日本的这个呼叫器 也就是对讲机 那个体积更大 也发生爆炸 然后同时我们的第一天的话 这个总共就伤亡了1600多人 其中这个有将近上百人的死亡 这两件事情 但这事情是不是就只结束 没有结束 由这件事情就开始了 这个以色列开始 从前三天开始 对黎巴嫩展开空中的攻击行动 那我个人整个研判来讲的话 这就是一场军事的一个作战 因为军事作战第一个关键是什么呢 你一定要将敌人的指管通勤 指挥指挥是谁呢 当然是这个他们的领导人击杀 将领导人击杀之后 或者是斩首之后 他就没有指挥链了 断了他的指挥链 第二个管制 管制通常跟通讯 管制跟通讯你一定要靠这个通讯手段 比如说像这个船务机 或者是有线电 或者是无线电 或者是对讲机 这个指挥跟通讯 然后再来当然是情报 你要掌握到敌人的情报 你才可以展开行动 那这个是一开始 我们军事作战里面 这个叫先期作战 先期来讲 我叫你指管通勤指挥系统 整个摧毁掉 那这次大家看看这个BBCO 这个爆炸事件 是不是就是以色列 摧毁真主党的指管通勤系统 将来整个这个指挥链系统 情报通讯系统 通讯联络系统完全摧毁掉 然后第二个 我觉得以色列所展开的行动 也就是这两天正在进行的 展开强烈的空袭 空袭到目前为止 我们得到的讯息是一堆1600个目标 来实施攻击 这1600个目标 大家要知道 这不是狂风滥炸 他这1600个目标 代表什么意义呢 代表以色列摩萨德 有强大的情报征收能力 这1600个目标 一定是珍珠党 在黎巴顿地区的 他们的领导人所居住的位置 第二个也有可能是 他们武器弹药库 储存的位置 火箭发射的基地 也就是说以色列在此之前 他已经将 珍珠党所有的领导人物 还有他的基地 还有他的武器 他的重要的设施系统 甚至于他的火箭生产的地方 都摸得一清二楚 所以一旦空袭展开 就1600个目标 就开始展开攻击了 那当然 这可以很明显的代表说 以色列将对他威胁最大的 这种火箭发射基地以及指挥链 打掉 那我们要知道 当这些人打掉以后 他绝对不会是打辛酸的 打热闹的 紧接下来我相信 当他的指管通勤系统被摧毁掉之后 我个人研判 以色列即将展开的 是地面作战 也就是说我们知道 当任何一场战争 不管是海战打得再好 空战打得再好 但是你如果说是 没有地面部队进去来讲的话 你还是打了一场空 你没有效果 所以我研判 以色列地面部队的作战 即将在近期之内 就会展开 尤其是我们最新得到一个讯息 原来以色列 在以色列北部 黎巴伦这个边境交接处 他原来只有一个步兵师 守在这边 那最近从加萨地区 调了第98步兵师 调到以离的边境地区 这个部队调过去 很明显的就是即将展开 这个大规模的地面扫荡作战 同时按照西方媒体 所报道的 也发现了大批的梅卡瓦战车 也就是以色列他们的战车 也已经向这个地方集结了 我相信当以色列空军 摧毁这些 对他构成地面部队 构成威胁的 这些火箭炮之后 紧接着他一定是地面部队 进去作战 那这个是以色列他的 目前来自我们研判他的行动 到今天为止 到现在为止 我们得到最新的讯息 是已经造成这个1600个攻击目标 有580几名的 黎巴嫩的民众 不管这些民众是什么人 遭到杀害 遭到死亡 由于是最严重的 是他的这种领导人 领导人他叫什么名字呢 叫马基勒 在第一线的时候 他们的这种 卡桑旅的指挥官 马基勒就已经被击杀了 从这里上我们可以证明一件事情 其实以色列的情报做得非常的好 他把这些人的每个位置都摸得一清二楚的 那我相信接着下来 就是地面攻势即将展开 尤其他的这种第98步兵师 还有他的梅卡瓦战车 都已经集中在边界 好 接下来我要讲 那以色列打这场战争的目的是什么 战争目的 作战一定要有目的 你没有目的 你不能说 只能凭这个主官 或者是这个指挥官 一时的气愤 或一时的兴起 就去发动一场战争 每一场战争的发动 一定有他的目的 那这次来讲的话 我相信以色列的目的是什么 他要实现纳坦雅胡讲的 第四个作战目标 以色列之前 在加勒拉地区有三个作战目标 我讲给各位听 哪三个作战目标 第一个 他要解救人质 那去年十月 当他的这种 这个洪水行动 哈马斯将他的一些这种 老百姓 掳获到这个加勒手廊 去当人质 有当时有一百多个 那他第一个作战目标 那他打加勒 就是解救人质 要不将人质解救回来 第二个目标 要消灭哈马斯 因为他一直认为哈马斯 是对他威胁很大的 一个恐怖组织 那第三个目标 他要解除哈马斯 对加勒对他的威胁 因为加勒在这边解除对他的威胁 我讲比较白话一点 他第三个目标就是要占领加勒 就这么简单 加勒他要将彻底的占领 所以当然他的借口这个 有三个作战目标 那他现在这次来讲 以敌的冲突 以敌边境的攻势 我个人认为他第四个作战目标 第四个作战目标是什么呢 就是纳坦雅吾所讲的 当初他发动加勒地区的战争的时候 那个时候有很多的 住在以色列北部的居民 概略有6.5万人 是住在以色列北部 那当然就跟黎巴嫩交接的地方了 那为了避免这些居民遭受到黎巴嫩珍珠党的暴富攻击 他将这6.5万个居民迁到以色列中部地区来 那他现在来讲的话 就要将这6.5万人让他回去 不然以色列我们知道他国土面积还是有限 那6.5万人都挤到中部地区来 那北部那边变成鬼城没有人居住 那当然不行 那老百姓来讲的话 我当然希望回到我的家园 所以他这次的作战目标 很明显的就是要让这个6.5万的 已经去年避难到中部地区来的居民 回到北部地区去 我觉得这是他第四个作战目标 好那紧接下来我们再来分析 他既然要达到这个作战目标 那必须要采取什么样的手段才能够达到 这6.5万人你不是说叫他回去就回去 那你要让他能够安全的回去 不然他如果说一天到晚 这个以巴嫩珍珠党火箭炮继续攻击这个地方 那老百姓怎么能住啊 每天这边炮响那边炮响 然后永远在那边打不完 所以我个人认为说你要达到这个目标 其实有两种方式 第一个是政治解决的手段 政治解决的手段就走向和谈 你加上那边跟哈马斯搭成和谈 当然这也是中国一直在努力促成的 就是促和劝谈 那联合国也是站在这边 可是纳坛亚胡他不接受这个条件 所以因为不接受这个条件 所以因此这个迪巴伦曾经党就继续打 那第一个方式 当和谈的方式 他没办法跟政助长 没办法跟哈马斯取得一个 在这个政治上解决和平谈判的方式 解决这种彼此的纷争 不要再打了 那第二个方法是什么 我就是打到你不敢打我 就是说我用武力彻底的折腹你 屈服你 我以色列党我大量的空军 我炸你轰炸你 然后我展示我情报能力 我知道你每一个目标在哪里 我知道你每一个火箭弹在什么地方 我知道你每一个领袖在哪里 我就炸到你哀哀叫不敢动手 这是第二个方式 那各位现在我们很明显的可以确定 纳达亚吾现在采取的是第二种方式 就是要打到真主党不敢抬头 那我试问各位 我们想想看 用这种方式有没有可能让真主党屈服 克劳塞维之讲的战争论里面 他讲了一句话 作战的目的战胜的目的是在什么 是屈服敌人的战斗意志 那我试问一下 如果说是我们用克劳塞维之的 这个战争论来看的话 那你这样的狂轰滥炸 当然展现出来你这个武力的强大 也展出来你情报这个能力的强大 可是你有没有办法屈服真主党 这就是现在我们接着要讨论的 目前来讲 以色列如果地面部队要进去 有没有可能屈服真主党 那在此之前我先插个话 这真主党要 如果以色列要打进去的话 他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 才能够让这些以色列北部军民可以在这边不受炮火的威胁 我个人研判要往里面推大概30到50公里 就是地面部队 你要彻底将这个鲤鱼边境交接的地方往里面推50公里 为什么要推50公里 30到50公里 因为炮兵的射程就是这么远 那黎巴顿真的很多的迫级炮 很多的大炮 这种是很便宜的武器 我不需要用到导弹 我用这东西我就可以轰炸你的居民区 所以我觉得他要往前面推 他当然不可能全面占领黎巴顿 可是我最起码往这里面推 变成一个缓冲区 变成一个安全区 所以他的地面部队作战目标 我个人推这概略是30公里 要往前面打30公里 这是我认为说以色列现在他军事行动 好 那我们现在来讨论 说有没有可能靠着地面部队推进去推30公里 我个人研判是很难 为什么很难 以色列当然现在展现出他的强大的军武的力量 可是为什么我说很难 大家要知道 上次鲤鱼冲突是2006年 那时候以色列就曾经占领过 黎巴顿南部地区 当然后来维和部队进去 这维和部队有哪些国家 包括现在中国大陆解放军都在那个地方当维和部队 就是阻止双方 那时候弹劾了 以色列也撤出来了 黎巴顿南部 大家打不下去嘛 就互相弹劾了 那一次这个 以色列并没有占到便宜 他也吃了很大亏 撤出来了 那现在来讲的话 维和部队在那边 那有没有可能 这经过2006年 到现在为止将近18年的时间 那你认为曾助长这时候在干嘛 在吃素 对不对 在那边每天吃便当 当然不是 他在做什么 他一定跟哈马斯一样 每天在那边挖地道 挖了18年的地道 在那边构筑公式 在那边研发武器 我觉得曾助长一定是在做这个 做了18年 那他现在已经从本来一个游击队 现在已经变成一个近乎于正式的军队 人家估计他的兵力最少已经到达五万人 而且有这个一万五千枚以上的飞弹 一万五千枚以上的飞弹 那其中这次来讲的话 以往他都认为他的飞弹 火箭只是Kachusa那种老旧的火箭 但是这次来讲的话 他攻击这个目标 大家特别睁眼注意到 离法一跟离法二的飞弹 飞弹跟火箭不一样 飞弹是可以导航的 他这个射程 他打了两支 一支射程是八十公里 另外二型的射程更远 一百零五公里 他是导弹 所以这段时间 那秘密突然冲出来 其实西方很多观察家 也突然发现吓一跳 说怎么曾助长有这种导弹 威力很大 因为他很准 那这时候打哪里 今天来讲他警告你 他打什么地方 正常打以色列北部靠近海法的一个空军基地 打那个地方 为什么打空军基地 因为你空军从这边飞机起飞 轰炸我黎巴顿 那我就先打你的空军基地 那后续来讲 他可能打哪里 当然第二个就打你的这种武器生产的地方 这黎巴顿武器 以色列武器生产的地方 第三个他有可能打哪里 一旦双方跨过这种红线 你滥杀我的老百姓 我就轰你的居民区 所以以色列自己现在要承担很大的一个风险 这是第一个 他有新事武器 第二个 这个黎巴顿政治部长在这边挖了很多公事 然后很多地道 那当然这次来讲到目前为止 他伤亡人数可能两三千人吧 可是对一个五万人的军队来讲的话 你认为他伤亡两三千人 那他有坚强的这种复仇的意志 仇恨的意念来讲 他会不会很快重新组合起来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那如果说是你对他的领袖人物实施斩首 我们都知道打仗没有指挥官不阵亡的 对不对 指挥官阵亡怎么办 副指挥官升任吧 对五级代理人 副指挥官阵亡怎么办 联长阵亡呢 副联长代理 副联长阵亡呢 副老长代理 副老长阵亡怎么办 台长代理 五级代理人 你认为你有可能把他所有人都消灭掉吗 这是第二个 就是你认为你的斩首行动会有效吗 第三个 他的通讯设施 他现在不敢用传务机 不敢用对讲机 那他可不可以用电话 对不对 以前我们那个 古时候那种用摇的电话 不要用自动电话 用摇的 喂喂喂 上海上海 请接台北 对不对 台北台北请接中天 对不对 就接通了 他一样可以回复很快 可以方法土一点慢一点 但是一样可以达到通讯联络的效果 那如果说是他在地底下的话 我觉得这时候以色列 如果说是发动地面攻击来讲的话 他要承担的风险很大 那我们要知道以色列现在来讲 有没有能力对付这场战争 以色列现在大家都说他七线作战 我认为是八线 你想想看 他总共的兵力 他原来的这个现役部队 大概是16万人 16万人 后来他后背动员了30万 号称现在45万 其中30万是后背 因为加萨战争后背动员了30万 总共45万 那他现在分配在什么地方 第一个加萨 他现在加萨那边一定要堪认 加萨他没有彻底侵面 他最少要派个10万人在那边 把加萨堵起来 免得哈马斯又从这边利用这机会 又窜出来 第二个约战河西岸 你认为他要不要派军队守在那边 所以他现在来讲的话 会不会面临兵力不足的问题 如果要展开地面作战 会不会有兵力不足的问题 那当然南边那边 当然还有埃及 不要忘了后面还有埃及 埃及会不会趁这个机会 你一旦来讲的话 如果说是你兵力不足 埃及会不会趁机进来 帮哈马斯 帮这些巴勒斯坦人出气 以前大家不要忘 以色列跟埃及是四首 几次的以牙战争 其实带头的就是埃及在大 所以大家不要忘了 那以你以色列现在军力 那你这些后背动员的人那么多 后背动员都是社会上面 生产的阶层的年轻人 都被拉到军中去 社会他没有办法生产 你军中又要发钱给他 那你想一阵一阵之间 以色列真的是够不够这个能力 第二个就是我讲的 你自己兵力问题 如果说你在陷入这个地方 光一个加刹你就打不下来了 你现在如果说再到那个地方 再去对抗珍珠党来讲的话 那你地面也没有办法 如你所愿的再往前面推 那我刚刚讲的 他面临八线作战 外面的很多学者讲他 七线作战 那我特别加一线 哪七线呢 我输给大家听 加刹走了 对不对 约旦河西岸 现在是黎巴伦珍珠党 这个叙利亚 伊拉克 伊朗 不要忘了 还有伊朗在后面虎视眈眈 那时候你这个攻击我 在我国内 这个击杀哈马 这个哈马斯的领袖 哈尼亚我到现在还没跟你算账 伊朗 胡塞 每天虽然说隔很远 在那边对红海船一天到一天 七线 第八线是什么 第八线是他国内的老百姓 大家记不记得 上上个礼拜 以色列的老百姓 有七十万人出来抗议 抗议纳坦雅胡 因为你没有达到 你的作战目标 你没有帮我的这种 人质检救出来 所以我们很明显看到 他自己国内也不见得福建 因为纳坦雅胡按理说 现在来讲 因为是作战 他自己搞一个这个作战内阁 但是事实上 他算不算真的是领袖 好 接着我现在要再分析 如果这场上打下去 现在各国的态度是什么 当然现在第一个 就是纳坦雅胡 跟黎巴伦的总统 这两个人不去联合国开大会 但有一个特别 有一个人 他延迟他的行程 谁呢 美国的国防部长奥斯丁 他本来今天要去以色列访问 他不去了 他说我延期 为什么延期 生气了 拜登星想说 我现在在搞总统大选 你这时候在这边 给我搞这出 你纳坦雅胡在那边 给我搞这出 我到底帮你还不帮你 不帮你吧 你有可能被灭国 对不对 那么多个国家围殴你 你会不会被灭国 那如果说 这个 我不帮你 要被灭国 那我帮你的话 我是不是美国就被你纳坦雅胡 卷进中东的战局 我就抽不了身 所以美国现在在干什么 他已经在那边 他原来的罗斯福号航空母舰 好不容易可以抽身离开 看到伊朗没有动作 他抽身离开了 你现在又来搞这一趟 他现在只有一艘 林肯浩在那边 然后这时候怎么怎么办 只有把杜鲁门号调过来了 那对美国来讲 四万个军人在那边 他要不要增加军力 乌漏偏逢连夜雨 在今天突然 美军突然发生一件 让人家意想不到的事情 什么事情呢 美国有一艘 这个资源林肯浩的 油弹补给舰 叫大脚浩 我看 应该这样子放 大脚浩 他说在阿曼湾触礁 油弹补给舰 我们顾名思义 是对林肯浩 这个航母战斗群 实施油料跟弹药 还有后勤补充的军舰 结果他今天早上说 触礁 触礁有多严重呢 大家看一下 他这船舱里面进水 这是今天好像最新的照片 各位看我们节目的观众 就可以看到第一手的相片 进水 船舱里面进水 进到这种程度 还有一个东西坏掉 舵脚 就是船后面 指挥船前进 左转右转那个舵 那个舵脚也坏掉了 当然位置在什么地方 阿曼湾 这又很严重了 为什么呢 因为阿曼湾旁边是 和姆之海峡 所有游轮要从这边进出 如果说 当然美国现在没有公布 他确实位置 你一艘游轮坏在这个地方 会不会堵到美国的这种第五舰队的所有船只 出不了和姆之海峡 美国的第五舰队是在哪里呢 就是在波斯湾里面 然后从波斯湾军营要出来 一定要经过和姆之海峡 经过阿曼湾 那你现在这艘船堵在那边 这是第一个 他的这种第五舰队可能受到影响 第二个影响是什么 这个林肯号 就没办法补给 大家可能会说 林肯号是核动力啊 我干嘛要加油 对林肯号是不用加油 可是林肯号的飞机上面要加油 你飞机如果没有油的话 你怎么起飞 而且飞机上面油是 这个不是这么容易的 它是特别的油 那如果说是你不是按时补给 你放太多 万一作战被攻击来洋化 是非常危险的 那你的航母战斗群 护航你的这些军舰 要不要加油 那你现在来讲的话 美国真是乌漏偏逢人业语 那这个有多严重呢 我给各位看一张照片 这就是航母 美国的航空母舰 旁边这艘比较小一点的 就是油弹补给舰 他给他加油要怎么样 这是专用的船才可以加油 不是说一般的游轮 美国现在 当然他们为了这个掩饰 他现在这种虚弱的状况 放出风声 说他可以找一艘游轮来代替 不可能啦 我跟你讲 你看这两艘船 在海上面 你有没有发现 它是并行在一起的 而且这么接近 那我问你 这两艘 这艘船大脚号有多大呢 它有四万吨 它总共带了18万吨的油料 在这艘船上面 那你想想看这四万吨的船 这十万吨的船 这两条船在一起 你稍微有一点驾驶不当 它就撞在一起了 海上波浪太大 角度不对 它就撞在一起了 第二个 你这艘船要对它加油 你要加油多久 加油的时间通常都是 这个军舰最脆弱的时候 因为这时候很容易遭受到敌人攻击 你一旦遭受到敌人攻击 你这油料会不会就产生爆炸 所以这个时候是最危险 大家在后面再看 这时候是护航的军舰 它必须要在旁边 有时候军舰替它护航 所以加油的时候是最危险 而且这个是 你这个加油军舰加油 你看它这个桅杆 你这个油管 要软湿的油管放进去以后 你还要有那个bump 把这油打进去 那速度要够快 你才可以加油 还有一点很重要的 你知道这种 给军舰加油物弹补给舰 它跟这艘航空母舰 它们必须要同步操作 也就是说电脑电子设备 必须要一起操作 海上的波浪 你船头向左摆 我也跟着向左摆 你向右摆 我也跟着向右摆 不然两条船会撞在一起的 那美国来讲 它现在有多惨呢 我这边有一个数据 美国现在有多惨 它军工产量落后到什么程度 讲到这个船 美国真的是这把亏到底 美国总共为了这种 这艘船它已经大脚号 已经33年了 老船一艘了 它必须要做新船 那美国花了67亿美金 这个做了八艘 目前启用了五艘 好像很多五艘 总共只有启用五艘 第一艘在2021年的时候下水 叫做约翰路易斯号 2021年的下水 我跟各位讲 到现在还不能用 到现在还不能用 2021年下水 已经三年过去 还不能用 为什么 毛病太多了 就在美国军工业到现在 如果说连一条油弹补给船 你都出这么大的问题 那你怎么去作战 你怎么在海上作战 你现在只有一条路 林肯浩只有一条路 靠港来加油 那如果说靠港加油的话 那你想想看 你要靠哪个港 靠阿曼湾 靠迪拜 还是靠到红海那边去 所以美国现在来讲 以色列在这个时候 兵凶战围即将开打 美国在这边 给他扯后 也不是说扯他后腿 反正就是 也目前来讲 自己本身物漏偏风连夜雨 不见得帮得上忙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本来想说美国 以色列打得算完 是把美国拖下水 让美国去帮他挡住伊朗 然后他可以全心全意打政治党 那现在来讲 如果这艘运补船出问题 这个美国自己的航舰战力 大大的打上折扣 那这个时候会被伊朗 好 你没有人挡我 你以色列这时候又在那边 这个兵分七路 这时候伊朗利用这个机会 对你发起突袭作战 那是不是就引起事业大战 所以拜登恼火的不得了 奥斯汀本来要去以色列 不去了 为什么 生气了 不去了 这个是最新的一个状况 第二个实验关系 我觉得这个就跟各位介绍到这边 那我个人做一个简单的结论 这个第一个 我认为以色列的地面攻势 势必会展开 他往前面要推30公里 以达到他战略目标 可是这场战役 如果说地面部队进去之后 我个人研判 他地面部队进去之后 将会陷入加拿大地区的困境 也就是说现在这个珍珠党的这种地道战 坑道战 现在这里面 很难达到他预期的 要往前面推进30公里的目标 那第三个 我觉得以色列同时面对那么多边力作战 可能会把 一定会把美国拖进来 那现在美国 现在来讲 如果说是他的这种 油弹补给间 又出了问题 可不可以帮得上以色列的忙 是很大一个疑问 所以我个人 这是我以上个人所做的一个 一个最新的一个结论 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请教官今天再一次 要推荐这个中天的新产品 这次我们推出的这个新产品呢 自己用 自己都觉得非常的好用 所以要推荐给大家 他是这个 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这一次呢 我其实看到SPF50 就觉得非常的放心 那其实呢 在这个平常在棚内 因为我们的这个光是非常的强 所以呢 在室内可以使用之外 其实在户外 最近大家都注意到了 这个紫外线好像特别特别的强 所以呢 在用这个产品的时候 也觉得实在是非常的这个实用 那今天呢 其实也还要跟大家 再来补充介绍一下 它里面有榨棗植萃 这个成分呢 其实可以保湿 而且呢 它还有添加黄金海藻的成分 帮助肌肤不但是抗光 还能够抗老化 那再者呢 其实当然大家可能会想说 这个擦起来不知道怎么样 其实不用担心 没有黏黏的那种黏腻感 不舒服的感觉 也不会有那种白白粉粉的 这个擦上去的感觉 都没有 所以今天推荐给大家 希望大家多多利用我们这款防晒露 那非常的好用 欢迎大家也利用中天快点购的平台 打上我的CTI798 CTI798推荐代码 还可以享有额外的折扣哦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露 我选KX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脆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光源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